接著看題目 他說有誘途椎型瓶就是所謂低定實驗 然後... 請問你敘述何者是錯的? 哪個敘述是錯的? 他問你哪個敘述是錯的? 就是... 酸鹼中和的實驗 那個管子叫低定管 告訴你你要記住的A對 他說椎型瓶原來要裝氫氧化鈉 那他簡性PS值比7大 所以B是對的 然後呢... 剛好中和的時候條件是氫離子的末數等於氫氧跟離子末數 那麼這題裡面一個氫氧化鈉是一個氫氧跟 一個鹽酸是一個氫離子 所以氫離子末數等於氫氧跟離子末數 就是鹽酸末數等於氫氧化鈉末數 的意思是一樣的 意思一樣 OK 所以... 我們算一算氫氧化鈉末數這麼多 鹽酸就也要這麼多 算完之後呢 就需要25毫升 就是... 它就會一樣多 OK 就是算末 氫氧化鈉末等於鹽酸末 鹽酸末 OK 好...所以是一對的 那追情名有氫氧化鈉 鹽酸應該是紅色 然後變色應該變成無色 應該變成無色 所以答案豬是錯的 所以我們答案就選豬 就是所謂的... 酸鹼中和的低定的實驗 包括要算的跟不用算的 就是那個什麼時候恰好中和要算 其他都是... 實驗的注意事項觀念想法而已 停車戰界問 誰是對的 就是誰是對的 誰是對的 然後可愛小女生了嗎 來 男生哪 我剛剛叫32號不是嗎 不是啊 他不是男生 來 可愛小女生 我們... 背二號 阿 背二號 八號 答案 C 你答案選C 所以答案講過指示劑要放在下面 所謂的蒸發米或錐形瓶 所以A是錯的 然後酸鹼中和是放熱反應 所以溫度激溫度會上升 所以B是錯的 然後C是錯的 等一下再問你 應該多少 等一下問你應該幾比幾 等一下問你 他是錯 他說一樣多是錯的 等一下問你應該幾比幾 然後呢 所以深層濾化 這題就不是氫氧化那兒 不是濾化那兒 這題就不是氫化鈣 這題是濾化鈣 這題是濾化鈣 所以呢 豬 豬 OK 好 來 剛才那個C選項 他說一樣多 一樣多 錯 不一樣多 那應該幾比幾 濾化氫比氫氧化鈣應該幾比幾 濾化氫比氫氧化鈣應該是幾比幾 應該多少 幾比幾 應該幾比幾 說過了 氫離子摩爾素要等於氫氧跟離子摩爾素 注意 一個酸有幾個氫離子 一個鹼有幾個氫氧根 一個鹼有幾個氫氧根 我猜不出來 你真的覺得是以前啊 不會 猜不出來 2比1 前面2後面1 鹽酸2 另外那個1 你猜的還蠻好的 酸 氫離子摩爾素要等於氫氧根離子摩爾素 氫離子是鹽酸給的 氫氧根是氫氧化鈣給的 一個鹽酸會有一個氫氧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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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氧� OK